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准备的材料有 瓦楞纸板 木纹贴皮 彩色压膜瓦楞纸 软性铁丝 布织布 今天的创意小帮手是谁呢 大家好 我是YoYo YoYo 我问你哦 请问你有看过阿琪又又人吗 当然有啊 我超喜欢上阿琪老师的课 可以拿到好多有趣的徽章 我超喜欢拿到天空导游的徽章 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拿到徽章 但是我们要做一张超特别的生日卡片 送给阿琪老师哦 好棒哦 好期待哦 那我们赶快开始吧 一开始呢 我们要先坐阿琪游游园的教室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准备了一个长型的纸板 在纸板上面呢 有看到大面积跟小面积 大面积呢 是教室的墙壁 小面积呢 是故故屋顶用的 等一下呢 我们的纸板可以凹折就可以了 方便它折起来 对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好 有耶 那我这边有热熔胶 我们把它组合起来吧 黏紧一点 黏紧一点 好 打开来看看是不是一个教室的样子 有耶 所以刚刚天蜘蛛姐姐说的 这个就是屋顶的步骤 没错 所以呢 接下来的步骤 我们需要用到的就是 软铁丝 来固定屋顶跟墙壁 然后呢 我们刚刚有在纸板上打洞 对不对 有 所以把它穿过去对不对 好 那这个打洞的地方呢 爸爸妈妈可以帮忙 要不然的话会很危险 这个要请爸爸妈妈特别注意 然后呢 就把刚刚的这个铁丝穿过去 好 再找到它另外一边的家 有没有 穿出去之后呢 有耶 我们可以把它稍微的弯一下 这样子就固定住了 对不对 没错没错 所以要记得四边的屋顶跟墙壁 都要记得做固定哦 这样看起来就很像屋檐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去美术行买这个 这个就是木纹的贴皮贴纸哦 可以把它贴在整个教室的外面 这样看起来呢 就真的很像是木头座的教室了 那问问看又又好了 你觉得这个教室是不是跟 阿琪又又园里面的教室 还差一点点 对 你觉得还有哪里需要加强吗 要有窗户 还有桃红色的门 跟屋顶 又又 你刚刚说 你要窗户 大门还有屋顶 我帮你美化好咯 有没有很漂亮 有 可以用泡棉纸 还有透明片做成像这个 可以反光的窗户 然后呢 也可以做成门 这个门里面呢 有一个很大的惊喜 等一下再告诉你 然后屋顶的地方就可以用 把木纹的贴纸 做成像瓦片的形状哦 好 这个呢 就是阿琪老师的教室了 那教室完成了 我们接下来就要做 阿琪的头部哦 阿琪老师的头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瓦楞纸条来制作哦 要怎么做呢 好 我们现在桌上 有很多条瓦楞纸条 对不对 我们要把它连接在一起 好 那可以使用这个 牛皮纸胶带 来把它粘贴哦 好 我们两条 这样会更加固定 对 没错 依序呢 待会把每一条都连接起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卷起来咯 好 这时候就要请又又来帮忙了 像这样 卷 好像在包寿司啊 对不对 好 换你包寿司 又又好厉害哦 就是照这个方法呢 我们要卷这个直卷 然后呢 很多条卷完之后呢 就会变成像 天竹叔姐姐手上的 这样子 但是又又你觉得这样有像阿琪的头吗 有像 有像对不对 跟你们说 因为我们今天要做超级酷的 阿琪立体卡片 所以呢 我们要让这个直卷变立体的 对不对 要变魔法吗 没错 要变魔法 很简单 其实手放在底部 然后往上面推 推 好像手拉推 对啊 满满的推 然后让它的距离大小都差不多 然后做调整一下 到你想要的大小 完成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倒过来 然后用热熔胶把它做固定哦 黏起来就对了 没错 没错 好 阿琪的头部完成了 但是我觉得好像可以的丰富一点 对不对 对 温柔 你觉得可以再加一些什么呢 可以再加它的眼睛鼻子跟嘴巴 眼睛 五官的部分 没问题 我这边呢 准备了 不知不来做它的五官哦 有耶 阿琪老师跑出来了 好可爱哦 好 但是好像还少了什么 对不对 少了什么 悠悠 它的耳朵 很好 我们一样还是要准备这个 瓦楞纸条来做阿琪老师的耳朵哦 这个就是阿琪老师的耳朵的形状哦 好 怎么制作呢 一样可以用刚刚的瓦楞纸呢 卷成圆形的形状 然后呢 外面呢 我们就是稍微的留一点点空隙 变成有点三角形的造型 中间这边呢 再卷三角形的瓦楞纸卷 把它塞进去 然后呢 我们稍微呢 要比对一下 在这个阿琪老师的脸旁边呢 稍微塑形一下 好 固定住之后呢 就会是阿琪老师的耳朵了哦 另外一边的耳朵黏好之后 阿琪老师就完成了 好可爱 然后呢 再加上黄色跟蓝色的不知不 就变成阿琪老师的领子了哦 这个就是阿琪老师 完成了阿琪老师 那现在好像可以再热闹一点 对不对 悠悠 对 你觉得还少了谁 他们的学生 学生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完成 阿琪老师的学生 阿琪老师是立体的 所以阿琪的学生 也要用立体的方式来呈现 要怎么做呢 很简单哦 我们要使用到 影子化的方式 哇 好可爱哦 做法很简单哦 其实我们要使用到的是 泡棉胶 以及彩色压膜瓦刃纸 把它们黏在一起 这样子就会有立体的感觉 以及影子的效果 我们可以做好多好多他的学生 希望我们就可以把它组合在一起了 好哦 我们的阿琪老师做好之后呢 就可以准备另外一个箱子 这个小纸箱来做他的身体的部分 好 然后就可以把阿琪放在上面 登登 这样子就是可爱的阿琪老师了 然后呢 就可以把它放在卡片上面了 好 放在这里 好了 有没有很可爱 好可爱哦 然后呢 刚刚利用影子化的方法做的学生 我们也可以把它拿来装饰 好 来吧 有了 好可爱哦 就OK了 哇 好漂亮哦 但是呢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惊喜哦 刚刚我们说呢 阿琪老师这边的教室呢 它的门其实是可以打开的哦 好 悠悠 你要打开看看吗 好 好 来 交给你 好 我帮你打开另外一边 里面写着 阿琪老师 生日快乐 哇 悠悠 你觉得今天这个 阿琪老师的生日卡片啊 有没有很可爱 有 天叔叔姐姐呢 超喜欢 我也超喜欢的 所以今天的游玩超越 超好